他不仅会分身 还能一秒让电视机里的美女穿上衣服 并且将屏幕里的美女变出来 一个还能变为两个 揭秘不可思议的魔术表演 双模胎魔术 画面中的魔术小哥来自法国 传闻他有神奇的法力 可以将自己分身 果然舞台上直接出现了两个魔术小哥 他们迈着轻快的步伐 双手一碰 一阵电流闪过 在屏幕上一滑 一个美女的轮廓出现了 往下一拉 果然 一个美女出现在了屏幕上 哎呀 好像有点少儿不已 没事小黑先帮你们看了 没什么好看的 两位魔术师双手一拉 衣服直接穿在了美女身上 哇好神奇 啪啪鼓掌 美女好像处在黑暗之中 不过左边的魔术小哥 马上送去了光明 而右边的小哥 也贴心的送了个气球 不过气球在美女手中越来越多 就要带着美女逃离地球 两位魔术小哥见情况不妙 赶紧搬下来的一个梯子 要见美女下来 不过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 随手将梯子扔到了一边 好在美女安然无恙地落了下来 来到了两台水果机面前 两位小哥拿出摇杆 直接摇了个大满框 哇 好多钱直接跳了出来 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 小哥随手将纸钱 蒸进了透明箱里 诸实令裁判大吃一惊 但是这边美女垫上来一鸣 突然下起了狂风暴雨 小哥赶紧变出两把雨伞 不过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好在这位小哥 直接将木布拉出 美女这边瞬间雨过天晴 天心的小哥 赶紧拿出吹风机 帮美女吹了吹 而另一个小哥拿起木布 下一秒 美女竟直接从电视里变了出来 不过一个美女 怎么共两位小哥享用呢 紧接着 美女竟然从一个变为了两个 这操作直接惊呆了现场的观众 魔术揭秘时刻 首先说一点 舞台上参与魔术表演的 一共有四位 他们是两对双胞胎 其次魔术是与屏幕上的美女互动 其实只是播放的视频而已 只不过练习的次数多了而已 可以做到音频同步 先看这个灯泡 当慢放动作你会发现 其实只是被魔术师扎破了 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气球碎屑 而其他的原理都一样 只需要做到和画面同步即可 咱们再来说一下 开头的魔术小哥 和结尾的美女是怎么变出来的 其实从一开始 两位美女和一位小哥 就已经站在了屏幕后方 第一位小哥只需要 跟随着节奏出来即可 而两位美女则是这个时候出来的 当这位魔术小哥 拿起幕布遮挡的这一瞬间 两位美女就已经从屏幕后方 悄悄的躲进幕布当中 当第一位美女出现的时候 另一位美女则在幕布的后方 再一次转动幕布 另一位美女也就出现了 注意看两位魔术 是转动幕布的动作 这下你明白了吧 那你觉得小黑揭秘的对吗 如果不对 请使劲喷我 我昔耳恭听 再见